先来看这个书 他讲到不应之的有三个 自他举手为 就是用对两个道远者 对于别人有没有利益 对自己的修道有没有障碍 这两个 他说 如要力气小的挑起重担子 结果反而是使人未却退心 就是我们现在力气没那么大 结果一下子就要挑重担 我们的慈悲心没那么够 结果一下子就要去 利益那些跟我们有仇的人 那一下子我告诉你 你很容易就退心了 你很容易就不要做了 做不来 做到很辛苦 做到非常勉强 勉强都是不长久的 那么一开始勉强 如果很久了还勉强 那就不对了 那就不对了 所以又如自己对圣僧的经典 还没有熟悉明了 就比如说你在读经 你还没有清楚 那么出家人的必备一波 都不应该施舍 那么以免障碍自己的道理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读这本陈佛之道 那你有这本书 那这本陈佛之道帮助你了解理佛法 帮告诉你怎么修行 那今天你带着陈佛之道回去 刚好帮旁边卖早餐的 他没有纸 他没有纸来包油条 他给你要这本陈佛之道 要去包油条 你又要不要给 你干嘛不要给 这个是我修到的 那我给你拿去包油条 那就不需要 或是说旁边有一个人 一个老太婆 他在烧饭 刚好没有纸可以引火 他说你那本书可不可以 拿马上来骑我烧饭 当然不要 如果说你一般的纸 那你就拿给他嘛 你拿其他的纸给他 他说你没有你就也不行 你拿这本书去给他骑我烧啊 他这个饭还不一定烧个人烧不成 你这个道业就没有了 你只有这本书啊 所以这种就是你要考量的 就是说这一部分 障碍自己的道业 对他的成 对他有没有帮忙 当然有啊 但是对他的帮忙很小 对他的帮忙很小 但对你的损害却很大 得不偿失 就是说你帮忙到他的利益 其实不大 但是对你自己的损害却很大 这种损害并不是损害什么 这是损害自己的道业 因为你道业成就 你才能够更有力量的帮忙更多的人 那么你才能够以后真正的帮助到他 那你现在帮助他 只是吃一碗饭而已 一参加他以后还是有问题啊 那你去把大藏经把奶油给他烧了 这一生对他的帮助也不大 那你不如把大藏经研究清楚了 然后告诉他有力量 修行有成就 你去利益他 你去引导他 那对他还比较好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说包括你的经典 出家里的依波 你都不应该舍 不应该舍 因为你要依他来修道 第二个从利他的来讲 从求布施的人来说 那么如是邪魔外道 故意来捣乱 或是疯狂 或是幼稚 做不正常 不需要的求手 都不应该给他 意思就是说 你给了他 对他并没有利益 对他没有利益 所以布施了反而有过失 那么这个有时候也有 就是他有些人就故意捣乱 那你们不是要布施 好啊 你把你的头布施给我 你把你的财产都布施给我 但是这些他 有些他 就是你布施给他 因为我们之所以布施 是为了第一个 成就我们的道业 当然主要还是为了要利益他 但是你现在布施对他并没有利益 那么就违反了利他的原则 你的布施不能带给他利益 反而会带给他伤害 后面那个也是 就是我做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 因为他的心不对 你并不是真的能够帮到他 那当你没有真的帮到他 你的布施也不会增长你的道业 没有啊 所以他说 你真的布施了 不但没有 不但没有功德 反而有过失 那第三个所为 要求布施到底是什么 到底为了什么 如果为了小小事而祈求生命 那是不应该是的 所以说你就把命折给他 但是你把命折给他 对他帮助不大 所以物为小而失大 这个在洛菩萨行物里面 也有这样一句话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说 物为小而失大 他说 这个斯等波罗咪 我们写在这里 这个是文汉院者的 这个是文汉院者的 在这里 好 入菩萨行论 他说斯等波罗咪 就是布施慈戒这个 你要修行要赤地 要赤地行 斯等波罗咪 层层建身经 赤地修 一层一层 所以我们刚才讲 即使要布施一样 从你周遭的人开始 与你有恩的人开始 慢慢慢慢扩大 一下子要我们放弃一切 舍掉一切 给一切的人 其实一下子做不到 勉强做 勉强做做不久 而且会起烦 因小物失当 是从这里来的 大处施立他 就是 如果他只是要 他要的东西 对他的帮助不大 但是对我们的损害却很大 那么这个是不应该失的 所以为小物舍大 那么小当然就是 这些对他没有帮助不大 然后大当然是 因为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的修道 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一个人很冷 那你要把房子拆了 去让他取暖 那你倒不如让他进到房子里面 给他一盏棉被还比较好 那又如要求 你帮助他 攻击他 组成他的沙道淫望 或者祈求的目的是为了损害众生 你帮助了他 却让他去伤害更多的众生 比如说你给他毒药 他去毒老鼠 你给他鱼 让他去钓鱼伤害众生 或是为了赌博游荡 这个都不应该失的 就是说你不失给他的 对他没有帮助 而且还会伤害其他的众生 他说要去打猎 叫你给他一把枪 叫你给他一箭 那你要给他吗 你当然不要给他 他说无聊要钓鱼 叫你给他钓肝 你要给他吗 你当然不能给他 他要去赌博 叫你给他一副麻将 你要吗 当然不要 总之于他无意于自己 就简单来讲 总原则来上 对他没有利益 对自己的道位有损害的 你都不要做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 就是你要这样去想 布施的一个原则 那你说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 那现在有很多乞丐是假的 那最常见一个就是 也让我想很久 我到底要不要给他 有一些我去中国大陆 然后在南华市的样子 南华市在广东 六祖的南华市 那个是二十几年前 那个时候大陆还很落后 很贫穷 南华市前面有很多乞丐 那么我们第一天去 我们看到这么多乞丐 那个时候大陆还有穷 台湾去的时候比较有钱了 我们就给他给他给他 然后有人就叫我们不要给他 因为那个是有集团的 这是一个集团 那他说你过来 你坐在那边 因为他们吃点了才知道嘛 我们哪里知道 我们就看到他乞丐 而且他有些没有脚 有些手段的有些怎么样 就在那边 我们觉得很可怜 那我们就给他嘛 那给了他 后来有人就跟我讲 你不要给他 助长他们的 就是那些都是集团的 他说你来 你就在那边看 我们就看 那时间到了大概带 他们大概都是好像下午 或是早上就来 那他是有人载他们来的 那我们不知道 我们以为是个体 其实他们是一个公司来的 那就是时间到了 有人载他们来 就是一车再来 他们都不会载很多人 大概载三四个 都是小孩子哦 都是小孩子 那小孩子就觉得更可怜嘛 然后又 身体又残缺又不良 那就在那边乞躺 你就觉得 那个脸悲悯心 那个慈悲心就会伸出来 你就要给他 那他就说你看 你等下午五点的时候来看 早上他几点的时候 他们就载过来 车子放下来 然后就是那人还蛮大的 然后这边放一个 然后那边放一个 然后放三四个在那边 一辆车再来 那有一个人会坐在旁边看 你看以为是游客 以为是无关系的人 其实那个人是在监视这些人 看到所有人有没有事情 然后走或怎么样 当然也不太可能 然后他就在看这些 他有问题上会就上写去处理的 然后我们原来也不知道 后来他先跟人讲 我们就在那边观察 真的是这样 那么如果有人要从那个乞丐身上拿钱走 原来他在那边祈祷 他们那个人马上就过来了 那么时间到了 他就怎么样 他就把他们债上去 钱全部收到他那里去 好 那你现在你不知道就算了嘛 你知道了你要不要给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给 我给他 那不是 那听说这些小孩子都是 他们去拐来骗来 然后把那个脚打伤 把那个手弄伤 弄成残盖 比较好讨钱嘛 那这样早期有这种事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有 那你说 他说 那个时候我就陷入失伪 看你要不要给 不给他实在也很可怜 要给 要给 你要给是看那个小孩子很可怜 你不给是看那个旁边控制的人很可恶 反正就是这样嘛 那你如果把 你如果只是看那个旁边收钱的那个人 这个控制的人啊 你就觉得 不要助长他的恶业 你就不会给 但是你如果只是看见那个小孩 实在很可怜 你就会想很想给 但是一想到 你真的给了那个小孩 其实也不是小孩拿走啊 是谁拿走 是他在拿钱啊 他在讨钱 是他在拿钱 但是我们给的就是不是说 给了他 给的就是给这个小孩的嘛 但是其实你只是借由这个小孩来要钱 给了那个人 那个人吃好的喝好的 那个小孩也不一定啊 好 但是后来我还是给 为什么 那我们不是给他那么至少 因为他都已经这样了 你不给他 那个小孩如果要的 因为那个小孩变成是他在养的嘛 那你不给他 如果这小孩要不到钱搞不好 要的钱不都改不好 他还会被打 或是他过得也不好 但是如果他要再多也都是他拿去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后来为什么给呢 但是给就没有给那么多了 因为给多也是他拿去啊 但是你给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怜悯这个小孩子 那么怜悯这个小孩子 希望跟这个小孩子结善缘 那么也想到至少给了他 这个小孩子也要到钱 他也会比较好过一点 会这样 那如果这些小孩子出来要都要不到钱 那么可能这个小孩子也会比较难过 但是那个人真的很可恶 但是你又造化不了他 没办法 所以基于怜悯心 还是给 但就没有给那么多 比如说假设我要给他50块 那现在我就基于这样 我就给他10块 像这样 但还是给就是也不损害我们的慈悲心 因为我们真的也是怜悯那个小孩子 但是看到那个人控制的人 可能会觉得他很可恶 但是还是 所以你要怎么样平衡这种事呢 你都不给 你都不给 但是那个小孩是无辜的 你都不给 看到那个小孩这样要不到钱 或是他这样 其实你也很辛苦 你要给 那么看到那个人又觉得不应该给 有人就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有两难 到底要不要给 但是你就是依这个原则 你给还是基于慈悲心 还是要利益他的心 或是跟他结善缘的心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至少从你这一点来讲 你是在寻菩萨道 你是基于慈悲心的 你是要利益他的 那么这一点就可以 好 那如果你已经确定 比如说那些假和尚要来脱剥 你到底要不要给 你已经确定他是假的了 那你要不要给 那么这个也看你的发心 如果说你认为他假 你不要助长他的这种恶业 那你不要给他 那没关系 这个不犯的 那如果你给他 那不是因为 所以是因为你只是想 纯粹只想跟他结善缘而已 那未来你有利益的话 我可以利益他 因为这个善缘我可以利益他 纯粹只是这样 而不只是说他 他帮助长他的这种 这个假冒 假冒出家人 然后到着去脱剥到去赚钱 不是这样 但是这样的话 你给就不会给他多了 你给他都没有意料 你只是要跟他结善缘而已 所以就不用给他多了 其实就这样 这样看起来就 两方面都会坚固到 要不然也没办法 好 所以他讲 这个 于他无益 于自己的道业有损的 那么都应该谢绝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于且菩萨戒里面 因为这里就是讲菩萨戒 那菩萨戒里面就有这一条 叫做希求不已戒 就是人家来掉了 但是你不给他 照理来讲 这个菩萨戒是犯戒的 他有讲 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 就是你要 你受了菩萨戒 你要持菩萨戒 就是要行菩萨道 其实安住菩萨境界律就是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此是菩萨正守殷咒 此非菩萨正守殷咒 那么 要行菩萨道 发了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的人 到底要怎么做 这个就是菩萨界 他是告诉你 那么发菩提心的人 要行菩萨道的人 到底要做些什么 不应该做些什么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就好像我们学了佛 学了佛 到底要做些什么 不应该做些什么 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他给你一个规范 给你一个准则 其实这个就是菩萨道的 菩萨道的一般像我们讲 清免守殖一样 像这样 菩萨道的守殷 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给你一个例子 告诉你怎样 那其实不只是这一些 但是他大概告诉你 那么安住菩萨境界律 就是要行菩萨道的人 假设有饮食等资身重趣 就生活上的 可以知义你生活的 饮食衣服握具医药 种种种种种种 就是这些 那么 贱 你看见有来求这一些的 求饮食 求衣服 求什么求什么求什么的 来求这些的人 你怀贤任性 会脑性 怀会脑性 基本上就是你不高兴 那通常就是来求的人 你不高兴 你嫌弃他 这些那么脏 那么臭 那么不好 怎样 你说来骗我的 反正就是这一些 你可以给不给 这个就是犯菩萨界 就是你违反你的菩提心 其实犯就是犯 违反菩提心 那菩提心就是立他的心 要成佛 要上成佛道下化众生的心 所以才会说 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你上成佛道 是为了要利益众生 就是要立他的心 完全立他的心 那现在你要立他 你说你要行 你发菩提心 我是菩萨 我要行菩萨道 结果 你应该要积极主动的去立他 现在有需要你帮忙的人 自动走到你身边的 你都不要令他 那怎么 一定是违反菩提心的 一定是违反菩提心的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是违反菩提心 违越的 就是违反了菩萨界 那么这个是有烦恼的违反 好 那怎么样是 怎么样是没有违反的人 就是 照理讲你要不思 而不己思 那有没有情况是 你不给他 没有违反菩萨界的 是在持菩萨界 有 所以菩萨界里面讲的 比较详细的 就是于且菩萨界 其他的菩萨界都没有讲这么详细 像那种幻晚间菩萨界 也没有讲这么多详细 于且菩萨界是比较详细的 就是 也比较有道理 就告诉你 真正行菩萨道的 要做些什么 要做些什么 那做了应该怎么做 那哪些情况是可以不做的 哪些情况是要做的 就是说 本来是不可以做的 但是哪些情况你可以做 比如说妄语 那么菩萨是不应该妄语的 但是如果 如果妄语可以救这个众生 那你妄语是不犯菩萨界的 那么你在其他的 比如说五界里面 你妄语犯就犯了 但是比如说 这一个猎人打一头鹿 那个鹿受伤了 跑过去了 那个猎人来问你 那个鹿 有没有看到鹿 那你有看到 说没看到 妄语 可是你这样是 要帮助这条鹿 逃过这一节 没有犯菩萨界 虽然看起来你好像放了妄语界 但实际上没有犯菩萨界 不但没有犯 还有功德 那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说 你看起来犯菩萨界 你没有给就犯 这是积极的 但是 有些情况下 你没给也不犯 这个叫做指词跟作词 就是说指词就是 你没有做就是持见 作词就是你要做才有持见 那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你没做也不犯贱 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你做了也不犯贱 有些是你做了就犯贱 比如说杀生 你做了就犯贱 偷盗你做了就犯贱 妄语做了就犯贱 但是有特殊的情况下 你做了也不犯贱 有一些你不做就犯贱 比如说要布施 要替他 要救出众生 但是有特殊的状况下 你不做也不犯贱 就是这样 好 那么他说哪几种状况呢 若陷无可食材 他来跟你要是你没有的 那你没有你到哪儿 你就不给他了 那也没办法给他 或是你要的这个东西是别人的 你有 但是我就是跟别人借的 我不能给你 这个是跟别人借的 我不能给你 给了你 那就是别人的 我不能替别人借的给你 你看我有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 那你不给 你其实也不犯 那无可食的财物 第二个 若比稀求 不如法污 所不宜物 这个对他 对他没有帮助 比如说他喜欢喝酒 他来跟你要酒 你要给他吗 不行 他就是因为喝酒出了问题 他要开车 你要跟他喝酒 那他麻烦了 他要拿刀拿枪 你给他不行 类似像前面讲的 赌博 这沙巴引放的是 不如法污 所不宜物 虽然不是不如法 但是对他不适合 那也不要 也不要 就是说 即使你可以给他 你也不应该给他 不给他不放 不是说 因为前面讲要一切施 一切都能施 但是 要 站在立他的原则 可不损害自己道悦的原则下 若欲方便 调比伏比 调服这个人的烦恼 那一般来讲就是 出不散出 安利散出 就是你是可以给他 但给他之后 他会以为 就是他的烦恼会增胜 你不给他 正是可以调服他 让他知道某些道理 或是让他可以变得以后更好 让他知道 不是都应该要给你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可以给 你就 因为有些人会这样 有些人给久了 他就会认为 你给他是应该的 你不给他就是你的过失 就会变成这样 就上次我们不是看到 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实际都帮助那些感恩父 有一个人就是说 他家庭不好 然后他 他就是每个月资助他 每个月资助他 小孩子都有学会 每个月有资助 比如说每个月 假局例来讲 每个月资助一万好了 那一直资助他 他小孩高中毕业这样 假设 我实际上不知道 他是有这件事 每个月资助他 然后五千或是一万 我们讲一万好了 那一直资助他 他小学 他的儿子就是高中毕业这样 就没在资助了 那没在资助 他已经长期都收到了 因为你说 一个人 他儿子从国中读到高中三年 或是从国小读到高中 那也要六年 好 那资助了几年之后 他有一天 有一天 就是收到通知了 他不在资助吗 因为他儿子已经高中毕业了 不在资助他吗 他就很生意 所以跑去那边讲 人家捐给你钱 就是要你来帮助我们这种人的 那你怎么可以把 他说 因为人家跟他解释 因为你的儿子已经高中毕业 他自己可以赚钱 我们要资助其他的人 他很生气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钱 拿去给其他的人 这种你还要不要给他 这种其实就是 他已经忘失了 他已经觉得人家给他是应该的 不给他 变成人家的错 变成那个是他的钱 变成那个是他的钱 不是人家帮助他的钱 这个是人家要来帮助我的 放在你那里的 你怎么可以善事做主 把要帮助我的钱拿去帮助其他的人呢 就算我不需要帮助了 那还是我的钱啊 那你怎么会因为我不需要帮助了 你就把我的钱停了呢 把帮助我的钱停了呢 所以你看这种观念还是有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其实是可以不帮助他的 调比伏比 让他知道其实是这样子 那并不是说他来要你就要给他 他已经不需要了 他已经不需要 而且他把人家帮助他的钱 当作是应该的 当然也应该 你这样想的观念是增长你的贪心了 你已经不需要了 你还应养 那你还不愿意把人家帮助你的这么多 你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你也舍不得把这个再去帮助其他的人 而且又不是你的钱 何况不是花你的钱 只是原来帮助你的 现在就帮助别人而已 那么你就不愿意 你看这种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调比伏比 要调伏他 你不要帮助他 那么若来求者亡所非宜 江户亡义 其实就是国家法律不允许 每个国家的法律社会都不一样 那么你如果这样给他 会违反什么 违反法律 那违反法律这个就不好 有一些会这样 有一些东西 你违反法律的 比如说有一些 有一些药 那么这个法律规定不可以的 那么你给他 比如说你这钥匙你给他 那么这个就没有经过国家允许 因为比如说你要出这个药 比如说麻醉药 比如说什么药 那么要有国家的允许 那么他判定需要才可以 那么结果他要你就给他 结果这个就违反法律 违反法律的就不要做 戒律里面上就是 你会违反法律 违反社会善良风俗的 那违反戒律的 那么多不要 即使是布施也一样 所以王首飞 你其实就是国家 法律上所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那么你要遵守法律 所以你不布施 那也可以 落户身制 就是违反戒律的 违反僧团的规定的 那也不可以 那其实是这样 好 就好像说 这个比如说 人家拿去试验 人家拿去试验的 这个就是属于申请的 你不能随便自己 好 这个人需要就拿去给谁 也不行了 这个规定是不行的 要经过大家同意 要把这个舍掉了 那可以 那如果没有 你自己就是 他需要就拿给他 这样也不行 好 那护身制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他讲到有哪一些可以 哪一些不可以的 那两个原则 菩萨界两个原则 有没有障碍自己的修道 有没有对他有利益 那基本上是这样 这两个原则 好 施以舍心胜 常修于义乐 好 他说修布施度 当然要做实际的布施 实际上你不是观想而已 实际上要布施的 利益众生 但在事实上这样的布施 怎么也不能满足一切 就是你没有办法施一切 那么要知道 从至成佛道来说 布施度以圆满舍心为最圣 就是舍 重点不在舍财 而是在舍什么 而是在 其实就是舍掉那个我直 你能舍的心 重点在你能舍的心 而不是所舍的东西 所以养成一切能施的意欲 就是那个能舍的心 而且能够舍一切 我们说一切就是 第一个你一切都能舍 能够舍一切的众生 那这一点 有这样的心 因为重点是那个心 而且在菩萨的修学历程中 初学菩萨有时也会贫穷艰苦 发菩萨道的人 发菩提心的人很多 那不是每一个菩萨都有福报 没有 刚开始的可能没有福报 也可能有福报 那菩萨是渐渐修学舍心 那渐渐有福报的 但是你会修你肯定会有福报 你会修肯定会有福报 但是你发心要寻菩萨道的人 不一定一开始就有福报 因为你一开始不会修嘛 所以也会贫穷艰苦 没有什么可以布施的 所以布施应常常修习圣洁的布施 使能施的意乐增长 那么他说什么叫做圣洁的意乐 意乐意就是心 其实心里面想要这样做 意欲 就是心里面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意欲 有这样的希望 有这样的意愿 这个叫做意乐 这个叫做意乐 就是很欢喜 心里面欢喜这样做 想要这样做 这个叫做意乐 你看天天就不断不断增长 那什么叫做圣洁呢 那圣洁基本上就是你非常的欢喜 那么决定确信你要这样做 这个叫圣洁 就是说你决定要这样做 而且你确信你要这样做 你也知道这样做对你好 对其他人好 就是说你在做这件事上 没有犹豫 没有怀疑 这个叫圣洁 就是没有怀疑 没有犹豫的决定 确信你要布施 而且你心里面也一直想要布施 欢喜要布施 这个叫做圣洁的意乐施 所以这里的圣洁就是 没有犹豫 没有怀疑 也不会改变 那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勉强 也不会做到一半 以后不要做了 也会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做 该不该做 想不想做 就在那边怀疑 犹豫 模棱两可 不会你决定 而且你确信我要布施 要一切施 但是我们说过当然有层次的 渐渐增长的 所以这是没有食物的布施 就是你的心要常常做这样的确信 硬可 是在安静的禅心中 当然所以一般来讲 慈悲喜者是无量心 它是透过一种非常有力的思维 专注的思维 以圣洁力献起广大无量的种种知识 拿来上供诸佛下施众生 就是你要掀起这种意乐 而且确信 我们就圣洁的意乐 那么这样之后你下来 因为你有这种确信 所以当你有的时候 你就真的会不施 而且你很愿意没有勉强的不施 因为这个是经过你确信过的 经过你决定过的 所以见你就会怎么样 第一个你很确定你要这样做 你也决定你要这样做 你也确信这样做是好的 你知道要怎么做 那么见到别人布施 你也会怎么样 你也会很欢喜 因为第一个你布施也是为了利堂 你自己也可以增长功德 那么当别人布施的时候 别人所布施的人也得到利益 你也很欢喜 那么这个布施的人也得到功德 你也欢喜 你布施的这个人的时候 你确信我这样做可以增长圆满我的菩提心 可以增长我的道乐 增加我的功德 你很欢喜 受你布施的人也可以得到利益 你也欢喜 现在你看到别人布施了 你知道这个行菩萨 这个布施的人可以增长功德 你替他欢喜 这个布施的人 布施给那个人 那个人也得到利益 你也替他欢喜 这个叫随喜 那么随喜就是随他善行 心生欢喜 那这个也是要修 因为我们大部分会嫉妒 那么会因为我贱我爱我慢 会嫉妒 那有什么了不起 我是不要而已 我要我也会 我是没有而已 如果我有 我会做得比他更好 如果我像他那么有钱 那么我会捐更多 反正就是看见别人去 自己没有那么欢喜 会产生嫉妒心 不满的心 嫌弃的心 嫌弃的心 比较的心 那这种其实就 从能舍的这个部分来讲 那么就是增长烦恼 你没有办法随喜 就是你的心不是放在利他的部分 那么这个人帮助那个人得到利益 这个人也利益 帮助那个人也利益 那你有什么不高兴的 你有好什么好嫉妒的 所以见人行善 心就是随喜 所以见人行善随之欢喜 然后见人修道住之成道 那基本上是这样 要有这种心 见人行善 那么心随之欢喜 那么见人修道要助他成道 帮助他有能力帮助他修道 因为我们也在修道 我们知道这个修道需要资料 我们就帮助他 那么我们没有 我们欢喜他能够修道 帮助他成道 所以他说还有大功德 就算见人不失 他的意思就是随喜都有功德 何况你自己做 那当然 当然就更实在了 所以 之才在悲田敬田 悲田就是苦难的众生 敬田就是有德的人 那么我帮助他修道 那么这些有道德的人 比如说佛陀 阿罗汉 来自于出国俄国的这些 值得恭敬的 有道德的人 当然佛法讲三种田 还有一种是恩田 因为我们有恩的人 我们要报恩 广行布施 这是布施中的善巧的布施 所以布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利他 那么对他有帮助 对他有帮助 那么重点是要有舍心 重点是要有舍心 你要有能够舍心 那有些人 有些人布施是为了能够得 得得更多 那比如说我要花一千块 送一个礼物给他 以后我有什么事 你需要他帮忙 或是他也会送香港的礼物给我 那么这个就不好 那么重点是能够利益他 我能够舍 他能够得利益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舍当然就是舍我见 舍我爱 这个你看起来没关系 但渐渐你都以利益他为中心 你不再以自我中心为考量的时候 渐渐你那个我值就当保了 那你凡事都以自我中心为考量 先考量到自己的利益 那个我值越来越重 你实际上并没有利益到自己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 三轮体空的这个 靖刚经里面的 不祝赦生相位促宝而行不思 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杜众生 好 那么三轮处处著 是失明世间 三轮空相应出世波罗蜜 讲到世间的布施跟出世间的 好 那怎么样布施才是真正菩萨的布施呢 好 从三界中出至一切自至中 主 叫波罗蜜多 三界就是世间 出世间就是出三界 那么自一切自至中主 一切自就是 一切自至是佛的智慧 所以我们讲三心 一切自至相应作义 就是要跟佛一样 佛叫做一切自人 佛是一切自人 一切自至就是一切自人的智慧 其实就是佛 其实简单讲就是佛 那么所以我们说三心 一切自至相应作义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这是大波罗蜜里面的一切自至 这就是普行心 一切自至相应作义 跟佛的心相应的 这个佛是一切自人 知一切法的这个 这个是佛 佛是一切自人 所以一切自至是佛的智慧 相应作义 就是发心 所以这个叫菩提心 成佛的心 大悲为上手 这个是三心 三心佑度 这个是菩萨道的核心 三心形佑度 一三心形佑度 这个是菩萨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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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悲为上手 要成佛的心 要成佛的心 一切自至相应 这个是大悲心 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大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切众生 若暖生若胎生若私生若爱生若有色若无色若何想若无想 这叫大悲心 没有简直的一切 这个叫性空灰 这个叫学佛山药 这个叫空性灰或性空灰 就是无我相 无人相 无通生相 无色若相 不助色身相 这个就是 就是空相应的 好 那么菩提心是以大悲心为根本 真正的大悲心是跟性空灰相应的 它才能够大嘛 才能大得起来啊 不然你能够一切人都冤清平的 那你就是要有性空灰 你无我相无人相 你才能够不助色身相会出老心不失 你才能够为一切人而能舍 能舍一切物 为一切众生舍一切物 那个都是要无我 无我无私才能大嘛 大就是无我无私嘛 有我就有局限了嘛 无我才无私 这才大的起来嘛 那么如果没有 那就是以我为重心嘛 跟我不相应的我就不要了嘛 对我没利益的我就不要了嘛 那个就有局限 那所以这个 菩提心 这个是菩提心 菩提心是以大悲心 为什么要成佛 你不成佛也可以啊 也可以解脱啊也可以不苦啊 但是成佛才能利益众生嘛 那你说做菩萨就好了啊 菩萨等觉菩萨也利益不了等觉菩萨 所以成佛才能更广大的利益众生 所以因为要能广大的利益众生 所以必须要成佛 成佛就是为了利益广大的众生 那么要能够 要能够无私无我的利益众生 必须要有信公会 也必须要有信公会才能成佛 你没有信公会你就出不了四千啊 没有信公会你出不了三千 你没有办法大悲心 那没有 就是说你没有大悲心你就可能 你只有信公会没有大悲心 你可能变成恶秤 解脱刀了嘛 你没有大悲心只有信公会 你可能变恶秤 你只有悲心 你没有信公会你就是反复 你就是反复啊 你没有信公会 你出不了三千啊 你一定有我 一定有选择性的 就是你只是悲心 但是你那个不是大悲心 所以你只有持悲心 没有信公会 你出不了三千 你就是反复而已 你利益不了多少众生 有限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有信公会 没有大悲心 那你就也成不了佛 就是二成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裡講到 有講到 這個是他說 從三界中出至一界自日中出 叫波羅密多 就道彼岸 那麼所以波羅密多是道彼岸 也是四成半的意思 或是四就近 四成半 他就是波羅密 那如修布施 那舉個例子 現在一個六度波羅密 布施波羅密 慈戒波羅密 忍入波羅密 禪定波羅密 精進波羅密 波羅波羅密 這個都是道彼岸 三星形六度 那麼修布施怎麼樣 剛剛布施能夠道彼岸嗎 因為布施也叫做布施波羅密 那如果我們來看 就像說只有波羅才能波羅密 那為什麼布施也能波羅密 布施就在講這個道理 因為時間到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下次再從 為什麼布施也可以叫波羅密 布施到底是怎麼到底 那就牽扯到 其實就牽扯到 這個信空虧 這三人提供的能力 這是金剛明講的 不助色身相會處我而行布施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而行布施 好 等下去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陳佛道